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衣服挺合适你的 妈 我衣服已经很多了 那去试试吧 好 副董 时间差不多了 对了 夕雨啊 妈妈在办公室还约了人开会呢 你在这儿陪人与你选衣服好不好啊 啊 盈盈需要什么 直接跟综艺说就行了 不是 妈 百货公司不是夕雨的 没有花钱买是小偷 夕雨不是小偷 这句话 是盈盈跟你说好的是不是 你还记得呀 真是个好丈夫 老婆说的什么话你都记得 夕雨是好丈夫 那你陪着他们吧 好 妈再见 再见 夕雨 你累了啊 夕雨不累 夕雨陪徐护士逛街 可是徐护士逛累了 不然我们不要逛了 回家好不好 好 好 回家 一定是徐护士回来了 我去看一下 来 快来 徐护士回来了 来 都在等你吃饭呢 快去 快去 徐护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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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夕雨 徐护士 你坐 我去给你上碗饭啊 让你们两个出去逛个街吧 你居然能够把这个老公给逛丢了 你居然能够把这个老公给逛丢了 夕雨 以后我要是晚回来 你就不要等我了 徐护士爱吃的菜 夕雨留给徐护士 夕雨 我再说一遍 以后晚回来可以 但是务必要给我打个电话 连悉尼这种自生自灭的野孩子他都知道 他晚回来了 他一定要给他的妈妈打一个电话 你现在为人妻 很快也会为人母 不能老这么不懂事吧 我以后会记得的 我可以动筷子了吗 妈妈吃饭 谢谢 她知道 那下次阿姨帮你过好了 你生日哪天啊 十二月四日 老实说 平安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也觉得很可疑啊 妈妈呢也很少跟亲戚朋友来往 却莫名其妙把冰安带回来 说是亲戚的孩子 你要问她 是哪个亲戚的孩子 她每次说法都不一样 你说乖乖 爱幸福利云 是吗